甲敬文胆真大,吊带裙竟敢这么穿,网友,43岁也疯狂。 近日游王有晒出一组甲敬文穿黑色吊带裙出席活动的照片,并发感慨,43岁也疯狂。到底怎么一回事? 甲敬文虽然已经年方43岁,但却有一双精亮剔透的双眸,清澈见底,如同繁星一般夺目。 他的眉毛弯得像月牙一般,眼睛看上去并未因年龄变得无神,反而越加动人。 凌韵似乎从上面这张照片中透露出来,给人一种古装女子的感觉,让人无法不为她的清雅灵秀感到惊叹。 见甲敬文穿一件黑色吊带裙,修长的预警下,一片洁白丰润的肌肤如同白玉一般。 甲敬文穿的装束无疑是非常艳丽的,但这些艳丽和她的眼睛相比似乎又逊色了太多。 见她那一双大眼睛又翘又夭,红唇微张,骨子里似乎都散发着妖魅。 拉近一看,细细一瞅,长方形大眼睛看上去太有神采,整个人就像一朵春风荡漾的玫瑰花一般,娇艳欲滴。 肌肤胜血,眉目如画,不愧是一名角色美人也。 说不尽万众妖娆,画不尽千般妖艳,也不过如此。 只是不知大家有无注意到两点,其一,甲敬文这件吊带裙带子看上去蛀石过于仙气,让人有点担心这吊带能经得住这裙子的重量吗? 其二,甲敬文这件吊带裙的带子上覆盖住两块布,也不知出于何种考量这么设计呢? 这也不怪游王有说,43岁也疯狂了。43岁,穿这么一件黑色吊带裙,看上去也就28岁的样子。 参考来源